第2課,Linear Uniquities in One Unknown 即是一項的不等式 好了,我們現在就先看一看 今堂也是數學的溫習班 大學精讀班的第2課 大家記得要按到Facebook Follow IG 和Subscribe YouTube 好了,我們現在就開始講一講 Linear Uniquities in One Unknown 先看看這個 湯仁會出例如X X-3是小個等於 X-9除2 這些數字其實也很簡單 首先要知道 一個基本之要 就是 如果 負數 負數的乘或是除 你要換方向 換方向 那是什麼意思呢 例如說 你乘一個負數 兩邊都要乘一個負數 負數 這個總是換方向 那 有些MC的問題 我會和大家 go over 少少的 那 好了 例如 我們很簡單 做一次這些 都很簡單 就是 我們把2 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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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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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好,有些情況會怎樣呢?例如說mc,難的mc,比較難的 他又說,A,A是小過B,不是學校出的,我問你 in what situation will,這個,負A,是小過B呢? 幾遲才會呢?這個時候就看到,他是有,就是這樣想 首先要想,A和B,A是不是正數?B是不是正數呢? 還是說A是負數,B是正數呢?又或者是兩個都是負數呢?這個就想想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假設有這樣的數線 然後,如果A在這裏,B在這裏,負A就在這裏,是不是? 負A在這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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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如果A在這裏,負A在這裏,負A在這裏,負A在這裏 那這個不對?是嗎?這個錯了,是不是? 基本上我們已經想到只有這個情況基本上才能做到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會想到 Reference Point 0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0的話你會介定到A 是小於0,大於0 0的位置是在這裏 0小於A小於B 還是A小於0小於B 還是A小於B小於0 你要想到3個區才能做到 所以這個Reference Point一定很重要 首先你要問清楚自己 MC 你一定要想 究竟0在哪裏 你知道0的話才能知道 你什麼時候要換方向 什麼時候不用換方向 這個到中四、中五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用這個概念 去幫你做數 因為如果這個基礎 你不穩陣 到了中四、中五可能很嚴重的 告訴你 可能會計不到數 或者是D數 可能會計錯 諸如此類 所以基本上這個很重要 這些題目都算簡單 都是這樣成的 都不會太難 這樣而已 那好啦 基本上這一課 都算簡單的 都不算太難 只要你 不要計錯數 懂得交換雙城 然後再X 扔到另一邊 數字扔到另一邊 然後再除去 這樣就可以了 剛剛這個是2X跟X的 相減 沒有了 直到X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要再除一個 例如說3X還是9 3X 小了一個9 就要除一個3 基本上都可以 都低難度 對來的都算容易 對不對 好啦 這部分很重要 我希望你可以提醒 再多多幾次 先好再落北去做題目 因為基本上可能都很麻煩 好啦 今次這條片第二課 你都記得先講 第三課 好啦 一會再見 拜拜